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周期的落幕 中国女排即将迈入新的洛杉矶奥运周期 尽管目前还未确定下一周期的主教练人选 但国际排联FIVB公布了一系列新规则 为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和赛事安排带来了重大变化 这些新变化不仅为各国球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也将对中国女排的备战和策略产生深远影响 据悉 国际排联的首个重大改变是将女排市井赛的周期 从原来的四年一届改为两年一届 根据新安排 2025年和2027年将分别举行两届市井赛 且2027年的市井赛前三名 且未获得奥运资格的队伍 将直接晋级洛杉矶奥运会 这一改变 无疑大大提升了市井赛的竞争性和含金量 各国球队将更加重视这一赛事的表现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市井赛频率的提高带来了新的挑战 传统上 中国女排在每个奥运周期的第一年 通常会大量启用新人 通过锻炼和比赛积累经验 然后在第二年通过老将回归进行查落补缺 确保在大赛中发挥最佳状态 然而 随着市井赛变为两年一届 第一年就需要面对这样一场重要的比赛 这给球队的新人培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回顾2009年 当时蔡斌为了锻炼新人 踢出了一大批老队员 但由于年轻队员缺乏大赛经验 最终导致成绩不佳 蔡斌也因此失去了率位 如今如果新任主教练在首届市井赛中启用全新阵容 而成绩不理想将很可能引发外界的质疑和信任危机 因此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有效锻炼新人 成为了中国女排在未来周期内的一大难题 此外 另一项重大改变是周际锦标赛的地位提升 过去 周际锦标赛主要是争夺市井赛资格 如今却变成了直接晋级奥运会的重要赛事 周际锦标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这意味着各国球队对该赛事的重视程度将前所未有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亚锦赛作为周际锦标赛的一部分 其竞争对手主要集中在日本队 只要中国女排能够在亚锦赛中祭拜日本队 就有望在2026年提前锁定奥运资格 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极大减轻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市井赛和市联赛中的压力 因此 考虑到亚锦赛的重要性 中国女排势必会全力以赴 这意味着队中的一些老将如刁灵羽 龚翔宇等人可能会继续留队 至少在获得奥运资格之前不会轻易退役 李盈盈作为球队的核心 更是会被寄予厚望 需要她在这个关键周期中起到以老代新的作用 然而 中国女排在二船和接应位置上 目前并没有合适的替补人选 凋零宇和龚翔宇 仍然是这两个关键位置上的主力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他们可能会继续担当重任 确保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上能够稳扎稳打 拿到奥运入场券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朱婷、张长宁等老将的离开 中国女排的主攻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果李盈盈也在未来选择退役或淡出国家队 那么 球队的主攻位置将谨慎吴梦杰和庄宇山两名年轻队员 然而 这两位年轻选手能否在市井赛、亚锦赛等重大赛事中顶住压力 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李盈盈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的表现 证明了她的实力和领导能力 经过奥运会的磨练 她在心态和技术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因此 李盈盈在新周期中的角色不仅是场上得分的关键 更需要她在场下承担起带领新人的责任 她的存在将极大提升中国女排在未来重大赛事中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因此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确保在市联赛中的表现至关重要 尽管2026年亚锦赛夺冠将提前锁定一个奥运名额 但为了应对可能的意外 中国队仍需要在市联赛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 确保自己在世界排名中处于有利位置 据悉 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赛事安排如下 2025年市联赛加市锦赛 2026年市联赛加州季锦标赛冠军直通洛杉矶 2027年市联赛加市锦赛除以获名额球队外 前三直通洛杉矶 2028年市联赛加奥运会加州季锦标赛 市联赛分战赛结束后产生最后三个奥运名额 这一安排意味着中国女排在每年都将面临重要赛事的考验 2025年市联赛虽然不会直接关系到奥运资格 但其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 通过这次赛事 中国女排可以为后续的州季锦标赛和2027年市联赛做出战略调整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洛杉矶奥运周期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周期 随着国际排联新规的出台 球队不仅面临更加激烈的赛事竞争 还需要在人员安排和新人培养上做出更为精细的规划 通过有效的策略和稳健的备战 中国女排有望在新的奥运周期中继续保持世界顶尖队伍的地位 并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再创辉煌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落幕 女排比赛也迎来了高潮 在这场激烈的竞逐中 意大利女排以无可挑剔的表现历史性的夺得冠军 成为世界排坛的焦点 他们不仅实现了国家队的最高荣誉 还以强大的整体实力征服了全球的排球迷 此次奥运会最佳阵容的评选中 意大利女排的五名队员入选 无不彰显着这支队伍的强大统治力 而在这些顶级球员中 接应艾格努凭借其出色的发挥 荣获了赛事MVP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据悉 在巴黎奥运会上 意大利女排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强大实力 他们在比赛中几乎毫无悬念地战胜了各大强队 最终以3比0横扫对手的姿态 捧起冠军奖杯 唯一让他们稍微费力的是 小组赛对阵多米尼加的比赛 但即便如此 意大利队也紧紧丢掉一局 最终以3比1胜出 知情人介绍 意大利队的成功绝非偶然 这支队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 且技术精湛的阵容 每一名球员都在各自的位置上 发挥出了最佳水平 无论是主攻 副攻 二船 接应 还是自由人 都在比赛中展现出了顶级水平 主攻塞拉和加比 都具备极强的攻击能力 和一船保障 是意大利队稳定得分的重要保证 塞拉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在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通过出色的防守 帮助球队保持领先 在副攻位置上 奥格伯古和达内西的表现堪称完美 达内西尤其出色 他的篮网技术让对手无从下手 成为意大利队防守端的重要屏障 他在比赛中多次关键时刻的封网 直接扭转了局势 为意大利队的胜利利下了汉马功劳 在自由人位置上 德吉纳罗的表现无疑是全场最佳 他在防守和接发球环节上 展现了极高的水平 稳定而准确的接发球 使得意大利队的攻防转换更加流畅 德吉纳罗凭借其出色的防守 和稳定的场上表现 毫无悬念地入选了奥运会最佳阵容 二传手奥罗也是本届赛事中的关键人物 作为场上节奏的掌控者 奥罗凭借精准的传球和灵活的战术调度 帮助队友在进攻中屡屡得分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让球队的战术执行更加顺利 也使得意大利队的整体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意大利女排的核心 艾格努无疑是本届巴黎奥运会最耀眼的明星 他凭借强大的进攻能力 在赛场上如入无人之境 几乎无人能够阻挡他的攻击 他的每一次进攻都充满了力量与精准 成为意大利队得分的主要来源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帮助意大利队登上了冠军宝座 也让他个人获得了奥运会MVP这一致高荣誉 艾格努此次获得MVP 也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作为当今排弹三大超级巨星之一 艾格努在此前的国际大赛中多次获得MVP头衔 但唯独缺少一座奥运会MVP奖杯 而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 艾格努终于圆梦 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的又一项重大成就 他的职业生涯中 已经累积了17个重大赛事的MVP头衔 包括 2024年巴黎奥运会MVP 2021年欧锦赛MVP 2022 2024年VNL国家联赛MVP 2019年试剧杯MVP 三次欧冠MVP 两次意大利联赛MVP 一次超级杯MVP 三次意大利杯MVP 艾格努的这些成就 不仅证明了他个人的实力 也展现了他在排弹的长期统治力 他不仅在俱乐部赛事中 屡屡获得MVP 还在国家队比赛中屡创佳绩 成为意大利女排不可或缺的核心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巴黎奥运会的落幕 标志着意大利女排 和艾格努个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意大利女排和艾格努 都将继续在排球的舞台上 谱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